年轻帅气男大生突然人间蒸发 失踪前最后身影 遭另一名高职生载走 几天后他却偷渡被逮 躲在汽车旅馆 身份是迁读祖头 打死不说真相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高职生杀人偷渡事件 晚间金门海巡队 在小金门西北的槟榔鱼海域 发现这艘大陆籍 闽下于5231号的渔船 行机可疑 就在干员盘查 船上船员身份的时候 竟然发现 其中有一个竟然是才19岁的 台湾高中生黄少宇 刚才是7年 7年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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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今天为什么搭大陆警察 因为我去大陆找我两个 刚好就在那边看电视 就发现这个 黄姓少年就是 就是我们那个被害 父亲他抱歪说跟他一起出门 那我们就直接完蛋了 因为那个 他会想偷渡 那表示这里已经有做了案子 他才会偷渡 否则以一个高中生来讲 他怎么可能会偷渡呢 那你为什么说你杀人 没有我没有他 你刚刚我讲的你就忘了 我真的没有 我年纪这么小 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好不好 我自己很害怕 我怕被他弄那个 一脸无辜的黄姓男子 真的很年轻 只有19岁 不爱念书的他 他目前还在念高一 当初在金门偷吐被逮 还群属发现 黄姓高中生 人前故作正经模样 右肠躲在角落 眼嘴偷笑 还曾经架拐子 半岛摄影记者 杀了人却一点都不心虚 过来 过来 等一下 我坐下 我坐下 你这一点到底在哪里 你是在永和吗 讲一下好不好 后面还有一个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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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晨 你干嘛帮我走啊 杜晨 杜晨 杜妈妈心痛感慨 因为儿子又高又帅 曾有心探找上门 要他去演戏 杜晨也曾相靠理财征兆 计划出国留学 没想到梦想来不及实现 令扫朋友手中 他们不但没有道歉 也不认罪 我很痛心 没神派一次 我看到这三个家伙 我就先痛一次 我不想再看到他 长期防疫大作战 万万水神推出 微酸性电解次氯栓水生成机 快速生成水神抗菌液 各种场合都适用 简易安装 单件操作 方便省时又省钱 与病毒细菌作用 还原成水 不伤害环境 一天使用200次也没问题 有效抗菌 安全环保 快点购推出独家超值组合 快上网搜寻 快点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